疫情重創旅遊業 令旅遊業議會過去一年 印花徵費收入大減 虧損超過一千萬 總幹事陳章樂傑形容 陷入嚴峻財務危機 旅議會下星期會開會 商討解決方案 消息說有可能財源三分一 剩下的員工要放無薪格 談表同報導 疫情下外遊團入境團跌到得零 年代以外遊印花徵費為主要收入的 旅遊業議會都陷入財困 過去9個月幾乎零收入 旅議會最新公布的財務報表 上年6月到今年6月 引花徵費只有1,400多萬 是上年度的一半 整體財務由營轉規 虧超過1,000萬 正流動資產只剩下約1,100多萬 旅議會總幹事陳章樂儀在年報中說 而會因為引花徵費收入掃失 而陷入嚴峻的財務危機 他回覆查詢時說 只是研究不同的方案開源折留 適時公布 消息說旅議會可能要裁員3分之1 剩下的員工要放無薪格 據了解旅議會的現金樓 只能支撐運作到明年3月 雖然在兩期保就業計劃 一共獲批300多萬 但補貼今個月就完 51個員工裏面 有6個已經早前提早退休 但每個月人工支出仍要近200萬 議會已經停止租用部分寫資樓減省開支 下星期議會召開會員週年大會 商討最終解決方案 有線電視記者 談票和報導